近年来我国榴莲名扬四海 特别是远近驰名的猫山王 无论是冷冻又或是鲜果榴莲 都深受海内外老他们喜爱 而随着本地榴莲的崛起 国内外更掀起了美食团热潮 而另一边乡 零零总总的榴莲加工食品 如雨后春笋 纷纷出现在土产店 文化街甚至便利商店等等 在强大的后盾下 本地榴莲种植一日千里 许多农友也加入 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榴莲热潮 然而气候恶变确实是农业发展的最大冲击 就已近年来久旱或突如其来的连续大雨 不但造成落花落果 同时也影响了作物品质 进了增添的种植风险 特别是季节性作物 如榴莲 布鲁蜜 以及龙珠果等等 可想而知 在一年仅仅一次或数次的产季 一旦遭受到气候的干扰 平白就浪费了一整年的努力及心血 唯有透过技术以及管理 农友们才得以提高保障 新王这个情景我们看不到 市场开得已大 我们的情景也大 一样好像以前二十四 情景是一排的 农王现在开了这个市场 问题让全世界都追 将来是讲品质 有做一套品质的就OK 其实没有品质的都可以尝一尝 从一游过去到现在 都有十几年 二十几年 都是用脂肥黄多 用脂肥黄的效果 就是大粒 标准 还有它拉着 耐耐肥 这是抹肥黄 匙磋 腋脂肋 就是抹肥黄 所以说的成立 会急得快 因为有大 又搭买肥黄 我试其他品牌 这种质的效果 都是肥和肥黄 誰說到那邊都是佔肥 有些朋友跟我說什麼肥 我有試試試看 氣效果是很快 但是很快過去 其實這個問題而已 最後都是自己的 其實快用肥的 每個公司不一樣 看的是快過去就是慢過去 有些肥的快很快見效 一防它一用很快見效 但是很快就過去 不一樣 不理會適足 適足它的肥的頂多久 我會顧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肥的好處在哪裡 幾個月放一次肥 一餓餓死一餓死 所以每個月放得很平均 長期有吃 變成它兵現得是保持肥 有些放肥不是的 有花有果來 還放有花有果來 還打蟲水 補充 很多補充不到的 沒有花有果來 沒有花有果來 我們就做足功夫了 鬥的時候 什麼水天 什麼氣 都已經是自己做了 我會長期用 對流連性 很多人說我們用脂肥 脆呀 填呀 因為他們用的蓋盆不夠 所以填呀 填呀 填脂呀 鴿 鴿 鴿 爆口 還有很多人說 等到萊花 萊果 中打蓋盆已經好遲了 估不足了 我們可以長期打的 蓋盆 要長期打 還有效果 因為蓋盆 是很慢行的 所以我們長期 一定要長期打 到底萊花出花 長了 爆花 什麼 天氣怎樣搞燈很遠 如果我們成功 很多人都會掉了 所以說下水天 什麼我都沒有犯過 最重要是用到蓋盆 毛生王是 其實很容易拿好 我們一定要不肯吃 捕捉那個蓋盆 蓋盆不夠 要是尾果 到尾果 要是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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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盆是比較容易成果 因為好像我們人 要把外面拋完 還有家裡之餘 要是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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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的熱情 對榴槤樹的好處 就是 帶給榴槤樹的好處 帶給榴槤果肉 更香 色澤更好 而且在大天的時候 得侍耐汗 以貴的時候就可以讓它繼續生長 最嚴重的是黑頭病 其他沒有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我們的根名 是黑頭病 所以毛黃什麼都忘記 最重要是黑頭病 我們控制得到這個 就好好搞了 白富嶺可以幫助我們的事 第一是抗病 第二是可以醫治自己的根病 有些辣葉病 還有被事很撞 各方面都會很好 白富嶺可以對老年的黑頭病 黑根病等幫助 白富嶺每個月 二十個厘米 我們說的一六瓶 一六瓶 放二百五至二百五 打石頭、石巾等 防止黑頭病 白富嶺有些人說貴用 他們兩個月三個月打一次都可以 不可以 我們知道 我們報復得好的 我們就打密一點 我們有融為煉酥 果肥 開膨 開膨 三個都要上業面的 有些東西不可以侵 我知道 有些東西侵了 就打架 沒有效用 就是這樣 唯有Ben Mayer AgriKat 與您一同走向未來 從最基本 維持產量的複合肥 至進一步提高 作物品質與產量的 頁面肥 生物刺激素 及微量元素等等 多樣性且完整的配方 滿足您的需求 作詞 作詞